還有 熱湯湯 香噴噴的土耀基來了 土豆 土豆 北港的土豆 台中超黑黑的冰 小酒蕾 小酒蕾 要不要就趕快來 從小那時候只要聽到 小酒蕾 小酒蕾這個有沒有 後來 爸爸還買10塊 要買小酒蕾 才知道說 原來那時候小時候聽到的 本君在這裡 本君就在這裡 我哥哥當時開了一個 堂哥開了一個錄音室 然後有一次 我記得有一次 一開始就是從土豆雞開始 土豆雞 那個老闆他就說 我這個雞 要有人幫我倒閉 你後來發財車 這樣子放鬆 他就把那個詞寫給我 我就跟著唸 但是我慢慢地 他就跟我講說 沒有 你愛的 先辦法 沒看到 沒看到東西以上 你就要讓他感到那個香味 香味 就想要吃 那個感覺 所以後來我就把我 集結了很多 陸續都在那邊 訓練自己的聲音 然後也錄了很多的廣告詞 現在變成這些廣告詞 是我的 才藝表演 這個很 從我國小 國小就聽過了 真的 我們小姐 但現在都還 對 這個可以來一段嗎 我就把我幾個 錄過的東西 就是串在一起好了 來 熱湯湯 香香香香的土曜姐 來了 土曜 土曜 北港的土曜 台中炒黃 黑仔冰 在屏東有豬瓜 甘豬瓜 黑仔豬瓜 土曜豬瓜 在晚上要買 收酒類 收酒類 買就賺金奶 那個雷 對 就是那個 要牽絲 對 就是慢慢揣摩 還有什麼 衛生紮 一些50塊的衛生紮 就類似這一種 要親切 親切 對 那聲音的表演 非常地極致 這個不容易啊 我從小那時候只要聽到 燒酒蕾 燒酒蕾這個有沒有 爸爸還要10塊 還要來燒酒蕾 你10塊給我 其實 我後來到 到長大之後 又到演藝圈之後 然後認識詩安姐之後 我才知道說 原來那時候小時候聽到的 本尊在這裡 很吵的那個人 對 然後 包括很多什麼 前有車速照相 這也是妳 前有警車出沒 祝您行車平安 好多 我錄很多 還有什麼 來賓100號 請到8號窗口 那都是我呢 都往練習 錄很多很多 哎呦 很有趣 太可愛了